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郝俊敏并没有因此位放飞自我 由于从小就出生在湖北农民家庭的他 小时候家庭条件也是十分艰苦 所以每当放假的时候 郝俊敏就会回到老家照顾父母 而且还是像一个乖孩子一样 帮助父母烧柴做饭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伤病的原因 郝俊敏两个膝盖的软骨都是被摘除 但回到赛场的他依然努力 凡事是亲力亲为的 天津全剑赵旭日这一位国 足有名的球员 可能一提到他 球迷的第一改叫就是最近几年 球技退步严重 并且脾气火爆的一位国足球员 但虽然如此 这位曾经帮助广州恒大 拿到三吃冠军并且年薪达到七百万的赵旭日 在场下特别是对母亲方面 实在是没话可说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这位脾气火爆的赵旭日 并非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中长大 所以造成他从小就要想保护自己和母亲 对于单独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 赵旭日怀着十分感激的感情 特别是在找女友上他要求 是要接受和妈妈一起住并且对他要好 还有每到休息日 赵旭日就会陪着妈妈上歇或者旅游 这也是导致现在已经33岁的他并没有像高林 无类那样早早就成家生子 根据他自己说 从小父亲就离开了 只有妈妈照顾相依为命 现在希望自己能够用更多的时间陪陪他 就还没考虑到自己结婚的问题 广州恒大黄伯文在9月底 黄伯文清空自己全部微博并留言 有缘爱见 水军们再见 这一行为是让很多球迷都十分惊讶 但也是证明了黄伯文在微博中也是受到了不少球迷的吐槽 最后导致他忍无可忍做出这个行为 不得不说 这位31岁曾经帮助恒大 拿到过5次冠军的球员 在这段时间是状态不佳 所以才领很多球迷吐槽 但是在生活中 黄伯文也是一位大孝子 不仅是非常自律的烟酒不沾 而且同样释出 生农村的他表示 自己也是从球走过来的 当年父亲 为了我而借下30万 自己才能继续踢球 所以虽然现在有钱也不会乱花钱 要把的钱都给爸妈留存养老 因为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己 能看出 上面的这三位中超球员 也是不比全境远差 是一位值得称赞的大孝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